是俄罗斯胜利日游行 在他坚持攻打乌克兰一年多之后 这个游行看起来相当的惨淡 过去是一年一度大秀军事肌肉的庆典 今年大家注意到不寻常是天空中游行没有战机 坦克车只有一辆二战时候的旧款 在游行的时候通过司令台 分析认为这显示俄罗斯在战争当中 已经耗损了大量武器 才会有这么憋脚的游行 俄罗斯是说这是为了安全的理由 他取消了包括克里米亚等六个地区 二十一座城市的相关胜利日活动 也被认为是担心百姓根本不挺这场战争 让活动的冷清气氛显得更尴尬 士兵们喊得熊啾啾气昂昂 俄罗斯胜利日游行是展现军事肌肉的重大时刻 但在乌俄战争14个月的消耗下 今年的阵容明显缩水许多 阅病仪式竟然只有短短六分钟 二战时期的T34坦克打头阵 原以为后方还会有坦克列队 但画面往后拉竟然只剩军用装甲车 另一个焦点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在红场阅兵典礼时他走路摇摇晃晃 阅兵仪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率领独立国家国协领袖 步行前往无名烈士木献花 一小段的路程卢卡申科也必须搭车 到墓园门口与大家会合 仪式结束后他双手紧握 右手隐约露出包裹的纱布 之后便与在场元首逐一道别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午餐餐序上 也不见他的身影 让外界怀疑卢卡申科的健康 可能出了问题 除了首都莫斯科 俄罗斯其他城市也同步举办胜利日游行 但也只有为数不多的武器展出 现场喷洒大量纸花撑场 填补游行的空洞 老兵口中的和平 在这场战争中似乎还看不到尽头 遭到俄罗斯占领的马里乌布尔地区 也举办胜利日活动 现场飘扬的是俄罗斯国旗 而更早被病吞的克里米亚 街头则是冷冷清清 民众只能看着展览装甲车 过过赶影 从一个角度看起来 我还想看技术 俄罗斯当局以安全为由 取消了六个地区和21座城市的胜利日游行 但分析认为此举背后 是想避免民众向街头抗争 扰乱胜利日的气氛 外界分析克里米宁公担心人民会从活动中了解乌俄战争的阵亡 士兵人数相当可观 也担心民意不停 让活动没有观众 气氛更尴尬 与此同时 俄罗斯在国际间的形象也跌落谷底 美国华府的俄罗斯大使馆外 有民众申批乌克兰国旗包围抗议 俄罗斯驻波兰大使9号前往 华沙的红军纪念公园 线上花圈 被支持乌克兰的公民倡议组织 将大量乌克兰国旗插在地面上 让他寸步难行 在乌克兰东部盾内刺客地区的前线城市 俄罗斯的胜利日意味着更多的炮火 还会来袭 战争的阴影挥之不去 前线地区再度传出 有记者在采访中殉职 法新社记者索尔丁 9号在巴赫姆特地区 遭火箭击中享年32岁 在这里与乌军持续拉锯的 佣兵组织瓦格纳兵团 9号再度拍摄影片 要求莫斯科赶快补给所需弹药 乌尔战争超过400天 尽管俄罗斯总统普清大力赞扬战场上的士兵都是英雄 喊话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但阅兵游行的冷清和前线的弹药补给问题 都显示俄军在这场战争中已经是元气大伤 TVBS新闻综合报道